现在是春天 那春天我们养生主要是要做好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要养好我们人体的阳气 那我们春天在自然界 它是一副生机勃勃的景象 那春天我们要让自己的阳气生发 让自己的阳气变得更强大 一般来说在春天我们建议是早点起床 穿宽松的衣服到户外去做一个肢体的运动 同时在饮食上要尽量的避免吃喝冻的东西 那可以建议适当的多吃一些偏点辛辣味的 比如说姜啊 葱啊 蒜啊 还有韭菜啊 洋葱这一些 那辛味的东西呢 它可以令这个阳气有利于它的生发 那第二方面呢 要养好我们的肝脏 那根据我们中医的五行学说 那五行呢 指的是金 木 水 火 土 五行跟我们人体的五脏 就是心肝 皮肺 肾 还有季节呢 它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那在五脏里面呢 我们的肝脏它是属于木 而在季节里面呢 冲天它也属于木 所以呢 在冲天的时候呢 人体肝脏的功能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 所以呢 调养肝脏呢 冲天是最时宜的一个时节 对于肝来说 情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可能大家也听说过说生气啊 或者不开心会伤肝的 所以在肝脊的保健 第一个还是要保持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情绪 那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穴位的按摩了 比如说在脚上呢 有一个穴位叫太冲穴 它有很好的清肝的作用 我们可以在晚上睡觉前 用我们的手指 大拇指去揉按它 30到50次 那如果在这个时候 我们再配合呢 小腿的三阴胶的穴位 三阴胶有很好的滋养 肝肾的作用 那两个配合起来就会有养肝 清肝的效果 那对于一些 我们说压力比较大 工作比较疲劳的人士 在工作的期间呢 那我们可以呢 按摩头部的夜侧的这个太阳穴 还有呢 后面的头 后面的风时穴 那这两个穴位呢 很好的清肝 明目 抗疲劳的作用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健身的功法 那在八段井里面呢 它的第二招叫 左右开弓 四色雕 其实这一招呢 是专为疏肝来设计的 那除了八段井以外 在古代还有一个很著名的保健的养生的功法 叫六字绝 那六字绝呢 它是用六个发音 配合这种呼吸去调养人体的脏腑心肝脾肺肾 还有三胶 那在对应肝的 它是一个发音叫虚 慢慢的吸气 然后再呼气去发这个虚的音 那可以呢 一次做 连续做六下 那么每一天坚持在充饥有很好的调养肝脏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